米水淹没道路 房屋严重轻疲损坏 满目疮痍的景象让人触目惊心 西日本遭逢30年来最严重的水患 截至目前为止将近200人死亡 21人失联 7200多人在收容中心避难 台湾各界再度向日本伸出援手 表达关怀 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在推特上 以日文贴文 向这次受灾的日本民众表达慰问之意 并指出台湾已做好准备 提供任何所需要的援助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透过推特表达感谢 我国外交部宣布捐款2000万日元 相当于新台币600万元协助日本震灾 展现台日相挺情谊 日本交流协会表示 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 2016年雄本地震 以及去年九州北部豪雨灾害 日本都收到来自台湾的关怀和支持 谢长廷也回应 台湾大地震高雄气暴案 日本民众也同样对台湾表达慰问 这就是两国间善的循环 谈到这一次豪雨造成的严重灾情 谢长廷表示灾区木造房子多 而且大多居住年长者 面对灾害往往是弱势的一方 台日同属高零化社会 面对天灾是台日共同面对的新课题